多倫多市府批准8部脚踏移动酒吧在市中心试验运行 彭希伦报导 多倫多市府昨天批准8部最多可搭载16人的脚踏移动酒吧 在市中心的旅游区市运行一年 商业网站显示最快6月中旬会开始营运 脚踏移动酒吧的主要功能是在特定路线上运送乘客 虽然叫做酒吧,但在车上不得饮酒 多倫多市府表示,在批准特定路线之前 会先评估对公共交通营运和车辆交通的影响 路线预计会经过多个市中心的啤酒厂和氧酒厂 部分商家会向脚踏移动酒吧顾客提供折扣或特饮 脚踏移动酒吧项目在卡加利、萨士加通、厄提华和尼亚加拉等旅游城市 都已经成功入住运行